這個藍色是否搭得很輕鬆呢? 這個真的是轉季必買 其實就算你去到夏天 我覺得都是很適合用的 因為你在香港的冷氣都真的厲害的 有時這種薄薄的又軟熟又不易潮的質地 有時放在袋子拿出來穿 都是非常friendly的一個必需品 我現在這個就是一個灰藍色 手就是有少少長的 做回沒什麼所謂的 做回沒什麼所謂的 那就摺幾下了 質地是很舒服的 質地是非常之舒服 柔軟度高 而且是不潮的 不潮的質地 或者可能就算塞進袋子 拿出來可能真的養一養 就已經是OK的狀態 我現在就搭得輕鬆一點 因為剛才我也有說這個環間款 其實真的超級百搭 超級百搭 請相信真的很好搭 無論你擺在手袋上 或擺在辦公室上 像我現在這樣穿 也搭一個日系一點 一個斯文一點 西褲 其實說得上口的東西都可以搭得到 說得到的場合都可以搭得到 日系一點的風格就是我現在這個示範 做回一個藍白色清新簡約系 非常之舒服 我很喜歡 看見這個也是覺得很舒服 很自在的一個效果 這個就簡單 簡單易襯的款式 是一個外套款 cardigan的外套款 最重要是看甲圈 這個算是比較寬鬆的T-cut 也沒問題的 吃得住的一個狀態 所以不錯 不是細細見的那種針織 寬鬆的 casual也是很合適 很好看的一個Style 其實剛才我打算搭配它 因為今轉 真的款式非常繁多 所以其實我都說了好一陣子的了 Anyway 款式繁多的時候 有些單品還未介紹完 因為我內搭那件都是新的 我打算搭配一個casual的Style 再換這個褲款給大家看看 其實我打算搭配這樣 不過我打算搭配多一個Style 大家都是藍色通 夏天都是要這一種的單品顏色 顏色單品 是的